安倍提前选举有他在政治利益上的盘算 因为主导政策的日本官僚体系并不同意 安倍延后调高消费税到10%的做法 安倍的胜选能够见民意来抑制官僚的阻力 但其实日本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 尤其是在这个月初国际主权评级机构目的 才下调了日本的主权评级 导致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了7年来的新低 后继无力的安倍经济学 接下来还会遭遇到哪些考验呢 今天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安倍晋三所在的自民党大获全胜 这是三年来安倍所取得的第三次压倒性选举胜利 有专家认为这只是有助于安倍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主张 实际上是无助于推进他的经济改革 请教老师接下来等待安倍经济学的挑战 有哪一些 安倍这一次是解散国会 然后再重新选举了 所以我们在要说他为什么要解散国会 因为他的支持度从他上台的时候非常高 7、80% 然后这个两年以后竟然是降到 好像降到已经降到50以下了 那意思是说他开始用这个安倍经济学 然后要把这个日本的经济 已经20年了在地上爬 那想要把他往上拉 他用安倍经济学 用所谓的三支箭 那第一支箭是货币政策 第二支箭是财政政策 第三支箭是成长政策 刚刚射到第二支箭的时候 原来这个第一支箭射出去 因为好像日本的股市起来了 然后这个出口也有增加 那对这个大的厂商那都是有好处 那日本人这个信心好像有一点恢复 所以这个经济好像有往上走的那一种味道 不过到两年不到 然后这个已经往下走了 那最重要的他是有以经济的这种改革 然后来这个建立他的地位 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经济不行了 所以他就解散国会 然后这个公起不备 那个反对党也没有办法 这个那么样好好准备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反对党好像在经济上 也是提不出什么样一种这个政策 所以人民非常无奈 因为投票率是只有好像52% 非常之低 所以也并不是说人民 然后都是非常认同这个安倍这样一种政策 尤其是经济政策 可是现在安倍又胜利了以后 他好像不把这个安倍经济学要去改变 还是要拼经济 拼经济还是要用这样一种这个印钞票 如果是这样来了以后 那就是非常糟糕 因为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 中央的这个债务 他没有办法减少 然后呢 他的体质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呢 他整个那种问题是会更糟糕 因为呢 安倍经济学 那个就是啊 这个是打强心针 好时候讲的更难听的就是 这个是毒瘾了 那现在毒瘾非常之大了 是不是还继续 那继续的话 那个日本经济还是会继续在地上爬 所以我们也希望啊 真的是安倍能够呢 改变他的经济政策 不然呢 日本的经济呢 他是起不来的 那他对于这个全球经济 当然也会造成 这样一种这个不利的影响 那他可能是说 没关系这么减少 因为啊 万一 万一